這一節請李議員喬如質詢 議員請45分鐘 好 謝謝議長 今天本席李喬如的總結順很高興 我們的簡宛中議員來跟我收聽 要聯合我們共同的議題來做總結順 在我們總結順以前 我要跟各位跟市長各位局所長 還有我們的高雄市民站在電視鏡旁邊的 記者小姐先生一起來分享一個非常期待 也喜悅的日子 明天就是520就是民進黨的準總統 小英總統就一個台電 也是民進黨真正完全執政的一天 我們都很期待小英總統就職520之後 我們有很多要變革的要改革的 之前的法令不公的我們都要一起修正 包括今天我們要總質詢的內容裡面 含有教育的或者國土領土的相關的議題 我們都會在這裡一一的為我們的高雄市民把關 所以在這裡阿瑪很期待 我們來活用我們這個小英總統就職後 我們的這個國運都昌隆 然後呢市政府府會都能夠合作 來檢議員 好謝謝小小姐 那主席市長以及市府的所有官員 那今天終於等到馬先生執政的最後一天 那我在這邊特別呼籲 沒問題請他準備下班 好那回想過去這八年 從2008年開始 馬政府就提供了一個政策 消費券的政策 然後舉債了858億 每個人3600塊 最後合銷的時候 當時的內政部長廖廖宜 還倒貼了500多萬 2009年開始 這個其實是一個廣告人 他所觀察這八年 那我想說利用這機會跟大家分享 省錢運動成為台灣的國民運動 那2010年 因為我們沒有財富了 所以大家都找生活中的小確幸 那時候有兩個新名詞 從2010年開始講 一個是22K 一個是五星價 那2011年 青年就業成了台灣社會最大的問題 那2012年 我們差了最後一里路 可是 那一年 油電酸漲 我們的物價再也回不來了 那2013年開始 我想一直到前陣子 是整個台灣社會運動 比解嚴前更活躍更蓬勃 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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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韓 但經過之後 那我想 因為油電雙整的關係 其實我們的物價 其實慢慢的都已經回不來了 那我這邊我再開始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這一陣子我跟李俏如議員 我們在我們的選區對於營養午餐的一個部分 好 這是去年的大概12月 我們就去了齊金國中 齊金國中它是一個公辦民營的學校 然後它的營養午餐 是從前陣的佛工國小所提供 好 那這是它的菜色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實扣掉管銷成本它的菜價大概33塊 好 那之後 我們去了齊金國中 它是民辦民營的 扣掉管銷成本的話 它的菜錢大概是31塊 好 大家要注意一下 民辦民營所有的成本幾乎他們自己負擔 好 接下來 我們去了古山高中 那天是古山高中的蔬菜日 好 所以 他們那一天的菜錢扣掉管銷成本大概是37塊 因為他是高中部 好 接下來我們去沿城國中看 好 那沿城國中 它的菜價 扣掉管銷成本大概是30到34塊 好 好另外這個就是 我們的一個管制學校 農華國小 他是公辦公營 然後扣掉他的管銷成本的話 他一餐平均是30到32塊 然後接下來我們去內圍國小看 他扣掉管銷成本是32塊 大概他的平均的菜色就是這樣子 那你說 他有沒有營養 有有營養 因為有營養師在把關 所以他怎麼菜色的調配 一定是符合我們法令上所規定的 那這邊來講的話 其實我要說的就是說 我們一個營養師他有一些想法 那以及他把這些東西做一個分配 扣掉所有的管銷成本 包括扣掉水電能力 運送 耗材跟調味料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目前的營養午餐 我們的小朋友 我們的國中生 我們高中生 他的吃的東西 他大概是用31塊下去做分配 大概平均分配 譬如說 他的整個根莖類 大概200克 大概要6塊 然後 豆類 魚肉類 大概60公克要10塊 那 蔬菜類 150公克9塊 油脂類 10毫升1塊 水果類 0.5分5塊 大概是31塊 那我想 因為 剛好是 教育局 其實我是覺得是很有擔擔 因為在整個過去 整個大家的經濟收入 沒有那麼好的狀況之下 為了符合中央的法令 現在都強調 就是飛機改 有機 無毒 所以我們宣布了 在8月1號 我們要挑戰 那這部分其實是 蠻佩服高雄市 教育局的一個承擔 因為在這樣子的一個整個大環境 沒有那麼理想的狀況下 然後每一餐要挑戰 然後再從家長的口中拿出錢來 為了 是要讓我們小朋友 可以吃得更安全 可以吃得更營養 那接下來這部分我想說 有些東西其實是值得我們去思考的 有些東西其實是我們可以 再基於我們是個大的 我們的政府 我們也可以去 去做一些幫忙的 那接下來我把這議題再交給李喬如議員 好謝謝檢議員做的這個 營養午餐的一些的背景 讓市長跟相關單位能夠更了解 那我再想明以實為天 那現在教育局正式韓文 已經給各校要挑戰 大約是最高底線是4塊 那我們諮詢了 我自己的高山嚴德給你們學校 大家學校的歡迎就是 為了要因應現在教育部 中央規定我們的孩子吃的食物 應該是非基因的 無毒的 沒有農藥的 一定要屬於是有機的 所以這樣的話 他們的成本 可能也沒有辦法承擔原來的價位 所以教育局就含問 給所有的這個學校說 要去到4塊 所以我們大概也詢問了 古三元城期間的小學跟國中 他們大概是國小的 會調到44塊 國中的會調到47塊 高中的可能是會調到49塊 家長會增加了4元的這個負擔 在這樣想說 我們兩位議員很希望 在這裡也要建議教育局 一定要加強把關 就是說 看起來 你去這4塊是針對 非基因改造成本的材料的增加 跟有機成本的增加 對這個 菜的豐富豐富的這個內容呢 可能看起來是有限 當然我們都希望是讓孩子吃的健康 只是我要提醒我們的教育局 也要讓市長能夠 了解一下現在目前我們孩子 吃的東西跟家長所承擔的費用 大概我們都認為說 這個賬的市員 不應該算在管銷成本內 就是說 我們統治家長 你要去4塊 這4塊 不可以算在管銷成本 這管銷成本就是肚房 工人的錢 你現在說你去的原因就是因為 非基因 是材料 是有機 那麼這個4塊錢 一定要完全用戴食材 不可以給我們加進來 做這個管銷成本 所以在這個當中 8月1月 大概9月 家長就會 收到註冊的時候 會多了4塊錢的貿擔 但是這裡 我們兩位議員 要幫市長 有一個請求 就是說 我們很希望說 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的孩子 他未來是我們國家的動力 將來知道不好之後 其實我都要一個觀念 你如果教育成功 他不是大人家庭在用的 他是我們這個國家要用的 他是中華民國 台灣這個政務 要任用的未來的人才 他未來有可能是我們的市長 有可能是我們的行政院長 有可能我們各部會的所長 各區處的所長 有可能也是未來的總統 都有可能 但是我們希望說 我們的未來的一代 身體要強 你身體如果不強 我們要傳承 他也扛不下這個國家 但是在這個起序過程當中 我們很希望政府 不應該只是站在旁邊 看著家長獨立在承擔 有請用我們台灣的支柱 我覺得說 我們應該政府更有感的 讓我們的家長感受到 我們的政府 是在家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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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裡的 在家裡的 當然我現在這個食物 有些家長可能是 會認為說 我們就吃到這裡 這不是油 我這是展現說 我們希望 我們孩子 生長過程當中 可以吃到真正痛的肉 幾塊 因為我們都在客家過 我兩個在客家過 說有雞肉 我們兩個找八部 找到雞心伯伯 又跟金彩擦這會 找不到雞肉 大人不吃不下去 孩子怎麼會吃下去 所以我說 讓市長知道 你看人家的 紅肉看得這麼漂亮 我們的肉這麼漂亮 玩得這麼漂亮 是不是讓我們 這個孩子 可以吃到這麼好 所以我在這裡 我們兩個議員 要把市長請求一行 是不是請市長 給我們的孩子 一個愛 讓我們的高雄市民的家長 有感受 兩萬八千的小孩的家長 有感受 說 我們的市長 我們的政府 高雄市政府 騙這位 當然這個東西 在全國 我們是首創首裂 但我們兩個議員 有算過 這個部分 看起來金額 我們是 預估這樣子的經費 大家要吃到 有感受 給我們的孩子 在每禮拜 有一天 加菜日 這個加菜日 是市長 我們的高雄市政府 給的 那我們預估是 國小可能會 那一餐增加一個五塊 他覺得很期待 每禮拜說 哇 拜禮是全部 一年級到六年級 拜禮是全部都要託 剛才那天 大家都記得 孩子 記得說 我要吃 這頓很好 很高興 一直在期待 這樣子 我覺得營養養餐成功了 所以我覺得在這裡 請求市長說 是不是說 我們高雄市政府 來訂一個 在這個調障的過程當中 家長感受 又要拿四塊啊 也讓他感受一下 這個調障 是為了孩子 要吃到 非基改 但是 我們願意 政府願意跟他 一起來 疼惜這個孩子 一禮拜 一天 一年 給他加菜日 是我們政府 給他的 感受到 我們政府給他的愛 跟他的 這個 痛心 當然 這個 我們算了 兩萬八千個孩子 大概一年 會增加 市長的這個負擔 這個財政的事單是 五千五百萬 不過我感覺 我們兩萬八千的孩子 他如果感受到 這個 家菜日市長的 疼心 這五千五百萬 比重大工程的 行業更加好 比重大工程的感覺 更有感 這些家長 他會感受到 我們政府 並不是 帳架之後 站在旁邊 看著他們一個人 他們的家長 孤軍奮戰 都起床了 失去又失敗 剛剛我們檢議員講的 祖母 請這間道 什麼就去 什麼就去 材料大方去 都薪水不去 所以 這樣雖然是四個 但是對家長來說 他如果養了兩個孩子 真的負擔很重 所以這一點 是不是請市長 這個時候 給我們做一個回應 好不好 是不是我們 這位來打拼 給高雄市 這個部分 來訂一個家菜 來照顧我們的孩子 請市長回答 謝謝議長 謝謝 檢議員 李議員 我們高雄市 現在就是營養午餐的部分 我們高雄市 對於經濟弱勢的孩子 這個部分 我們都是便會提供 高雄市政府 針對這些孩子 已經 跟他們 聽受 關心 差不多一年的 負擔 三億六百 三億四百六十幾萬 就是說 我們讓散鄉 艱苦的孩子 一直打拆的時候 跟所有人一樣 可以吃好肉 吃好營養 當然 李議員 我們港議員 很有疼心 很關心 孩子 這很好 是不是說 要讓孩子 一禮拜 還有一個家 家 再 我們再給他一個 學生的家菜 那我會認為 現在我們每一個孩子 大概就是說 現在不嫌棄 國中 我們要讓孩子 吃的東西 品質也要更好 所以說這個部分 我們就是估計的 這些營養 午餐的成本 所以不得以 這樣給朋友家長 給我們的孩子 增加 多負擔四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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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勢的孩子 四塊 也是我們政府 要去生股 當然 這次說 要再來 又多一個 學生家菜 這個利益很好 給學生 驚喜 表示 我們市政府 痛手 這樣 我是認為這樣 市政府 有生存 財源 說 像我這樣看 一年經費 多六千幾萬 六千幾萬 現在我們這些 學生 他們這些營養 五餐 這樣 還是 國際這四塊 我相信 我們這些孩子 是很豐富 營養也夠 那我們現在要不要再給學生家菜 要增加六千多萬 那 第一個 我必須尋求 有財源 有財源 我才敢在這裡幫你打明 因為幫你打明就是要做 那是不是 李妍我想 我們來努力 我來看 能不能在這個部分 我自己 來跟我們的市府團隊 我們來看 我們能不能在這個部分 來評估 好不好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市長對這件事的一個 認同 當然我們也是很尊重 就是要有錢 才有辦法做事情 所以市長就要更辛苦 更財政局 看我就是第二次 第二次 第二次 第二次出來沒有人 好 接下來 我要請教的是 同樣是教育 我們都關心 這個孩子的這個 教育就是 未來的競爭力 我其實第一次做議員的時候 我就一直在推動英文的會話 我自己個人議員的服務團隊 辦了十年 免費英文的會話的暑期班 給我們的孩子一個禮拜 可以上兩天 免費的 那時候 我的負擔 幾年的研究費都開了 所以 但是我覺得 非常有成就感 我要付出十年的時間 給這些孩子 那些孩子現在都成家了 他們都有感受到 雖然這個議員我寫到辦 不可以說 跟我們的孩子 以前比說英文會話 很厲害 不可能 我寫到兩個月而已 一個人兩節 不可能 但是我的這個 意義 跟我的目的 已經成功 為什麼 那個時候 家長對這個認知 也不到那邊 那因為大家的經濟也有限 所以我辦的免費當中 是用繪畫的 我跟美樂蒂合作的 當然也感謝他們 因為那時候 他也沒有賺我的錢 還付出一些 書本的這個 免費的給孩子 我記得時候 八九百個孩子 都在讀 古山延程期間 借學校 也感謝教育局 當時的協助 那我們覺得 我的階段性 任務完成 為什麼 十年後我發現 這個整個的市場上 非常的普遍 很多的美語的補習班 都領利 行李也很好 然後我們的招生 一直在遞檢 遞檢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們 只能在暑假 學習到 我給他們的 英語的環境空間 不夠 所以他們認為 孩子很有興趣 看到孩子用唱歌 用talking的方式 學英文 他們覺得 願意 每個月 在自己的口袋裡面 挑個一千塊 兩千塊 讓他去 民間的 這個 課後的補習班 學英文 所以我的階段性 任務完成之後 我就不再辦 但是我感受到 這個語言的重要 是對我們台灣支持 高雄支持 未來在世界 國際競爭 是非常基本的要件 畢竟英文 就是國際的語言 目前來講 所以呢 我們也發現 很多的亞洲國家 他們有兩種語言 把英文列為主語的國家的孩子 他們的競爭力非常強 我們坦白說 中華民國 台灣政府 包括在這裡 我也要建議 讓我們明天開始 民進黨執政的政府 可以去思考另外一個 一個看法 我們台灣的孩子 未來要思考 要外放的機會非常高 台灣孩子外放的機會非常高 如果你連英文都不會 我坦白講 去到外面做台語就不夠 那如果英文的基礎強 再在上技術上又好 那麼這樣 我們的孩子 將來在調整 在世界各國 要調整 我們的競爭力都很好 所以我在這裡 也用了一個非常 一個形容的這個方式 要讓我們的飯局仔 知道一下 我今天提出這個 也希望我們的政府 將來能夠改變我們的 台灣之子 高雄之子 未來的命運 能夠將他們的 這個英文的 這個學習的課堂 能夠增加 以前我都 以前我們教育局 只限定說 三年級以上 後來有降級 本習呢 長期以來一直在 這個爭取呼籲 我們的孩子子 就要給他們問 因為他頭腦非常單純 他不複雜 所以他在記憶上 特別的強 學習的語言能力上 也特別強 所以我們希望我們的政府 能夠給他們釣竿 那個釣竿是什麼 叫做英語的能力 再給他們釣線 釣線是什麼 在我們的本島 學習他的這個 教育的技術裡面 相當專業的技術的時候 我們再給他釣耳 這個釣耳是什麼 我們的政府的執政 應該要給他們 國際政治地位的一個受重視 將來我們的孩子 才有辦法跟世界齊頭競爭 所以在這一點 我也要順便考驗一下 我們在場的官員 那市長跟三位副市長 就免除了 我現在大概檢視一下 我們教育局這個課堂 左邊這個數字 是從一年級到六年級 一年級的一個禮拜一節 一天一節 那這個二年級的也一節 這是一週啦 這是一週 那三年級的兩節 四年級兩節 五年級兩節 六年級兩節 我請問在場的各位行政首長 你們認為這樣的結束 我們的孩子 他的英文能力可以去應付的 請舉手 一定是沒有能力啦 如果用這樣的語言的課程的話 就像我剛才講 為什麼大家的孩子國語都很好 台語也不用切磋 也不錯 因為我們每天都在講 我們每天都在講台語 我們每天都在講國語 在學校老師給我講國語 回家裡也有可能講國語 所以我們的國語很強 台語也很強 但是 英文 你如果不給每天一天 每天一天 他就沒有資料 他怎麼就忘記了 怎麼就忘記了 對於什麼 對於我們的家長另外 又提錢 去送他民間的保障班 就繼續給他賺 這樣變成什麼 這樣變成說 有財有財富的人 有錢的人 他的主題 在這地 就是佔了優勢 他的資料有錢 可以送他更好的學運 去補英文 補家庭 那中間的 你還叫他提起出來 可以在外面 家庭英文的有限 尤其在這個低薪的時代來臨 所以我認為說 第一 他必須要是為 我們中華民國 台灣 我們應該必修的第二個議員 就像香港 新加坡一樣 主修 其實連泰國 印尼英文 就改變 那為什麼我們 獨缺這一代 尤其我們的孩子 在繪畫這個部分 所以我在這裡建議說 我們是不是 范局長 我們可以來修課 我們的英文 能夠讓他調升為 五天要有三個 一二年級三個 三四年級 他的程度就比較高一點 到五六年級 五個 每天都可以送一個英文 我相信 這樣公平議員的教育一哈 我們就是 家庭不好的孩子 他也可以 跟有一個人的孩子 在語言的能力 可以競爭 如果在這個語言的競爭裡面 就已經失去了平衡點 失去了競爭的能力 他的孩子 將來大小 哪有可能在這個社會 和國際 去跟這個有一個人的主題 來競爭 所以我認為 教育的公平 是非常重要 從這個語言 這個部分 我們應該給孩子 競爭力的公平性 所以范局長 本席提出這樣的建議 不知道你的看法 怎麼樣 是不是有需要 再做一個適當的調整 來 請答覆 范局長 Please answer the question 謝謝你 謝謝主席 也謝謝兩位議員 對於英文教育的增強 還有向下雜根 培養具有國際視野 跟國際移動力的 我們的學生 這點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整體來講 我們的國小 國中到高中職 所有的授課的結束 都受到教育部的 比如說12年課程的 綱要的規範 它這個綱要規範 七個領域 所以在小學一年級 跟二年級 所謂低年級 它的授課總結束 只有22到24節 但是有分七個領域 那屬於語文領域的結束 只有四到六節 還有彈性結束 二到四節 可以來調整 但是在這個 四到六節的時程裡頭 還要學習國語文 還要學習本土語言 還要學習英語 所以這個問題 如果國家要把英文的學習 從小學一年級開始 必須要回到教育部 重新去調整它的課綱 可是以目前12年的課綱裡頭 還把英文的結束 還在減少 它不是增加還減少 因為增加了 這個生活科技的領域 所以大家的 這個每一個學科領域 都在爭取時數 總體的時數 如果不變的話 事實上 這個很難以增加 但是高雄市教育局 做什麼方法呢 其實我們給的方法就是說 讓學校開始試辦 本來是全國性的三年級 才開始教授英文 讓他們試辦 學校來申請 以104學年度 就是現在正在進行的學年度 由87個學校 小學申請 把它的英文教學 向下延伸到一年級跟二年級 就是一二年級 都各上一節課 然後從三年級到六年級 每一週就上兩節英文課 那都是由原來的英文老師來加教 同時呢 他也要增強他們的 這個英文的聽說讀寫的能力 讓他的學習非常的活潑化 我們目前做的就是往這個方向 但這裡頭其實出現滿大的城鄉差距 有能力的學校說我要向下延伸 那有些落後的學校 其實英文的資源是不足的 那生活的文化的 文化的相對不利的學生還非常的多 所以有時候我們在做政策的時候 等下考慮到這個公平正義 所以我們這邊越來越好 那這邊如果一直落 應該是移動資源去幫助落得為優先 局長我是肯定高雄市府 教育局在這個部分 你們有落實效效雜根 那我們更希望 香港局長你講的能夠跟教育部去緩應 那個課剛問題 我們也都可以提出來跟他討論 這個 這是全國性的議題 對 這個語言是我們中華民國 台灣這樣民主的這個國家 不應該缺席的部分嗎 好 謝謝范局長的答覆 好 接下來 接下來我們要討論這個議題 就是因為這個東沙島 他又堪稱我們南海的民主 他的位置點大概就是在我們高雄市的南端 現在目前這個地方非常漂亮 你看這個圖 這個是中華民國第七座的海洋國家公園在這裡 就是在這裡 住境的單位還有海旋署 我們高雄市政府也在這裡設了一個漁民的服務站 他的形態就像月亮形的 所以也稱造作他叫月牙島 距離高雄的這個450海里 大概坐飛機一個多小時就到了 然後呢 他的地形呢 大概就是這個地方 東沙 他是南沙群島裡面最大的一個大島 好 你看我讓大家一起分享 很漂亮 真的是很漂亮 水也很乾淨 這是一個非常美的地方 那當然他的他的這個漁業的這個海魚啊 這些啊都非常的豐富啦 他的海洋的物種也很多 大概這個山幅也是蠻漂亮的 因為這裡呢沒有沒有開放 所以當然也沒有受到什麼樣的汙染 他的物種呢好幾百種 我在想很多的地方 沒有看到的這個這個地方都看得見 好 那目前呢這個地方呢 是有交通工具的 裡面是大概也有公車的 繞全島三十分鐘 他的公車叫做東沙一號跟東沙三號 好 他那個政府的已經公布 公告這裡地方呢 是進補的地方 好 接下來呢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大概的這個行政機關 好 大概呢 民國八十五年 我可能應該是最早的議員 民國八十五年 我曾經 那時候我是在野黨議員 我也在議士廳質詢 這個東沙島 是屬於我們高雄市政府 高雄市的行政版圖 屬於齊津區的中心裡 這個 路面呢 175平方公里 也還還不錯啦 這個土地面積 可以甚至 可以做一些非常有用的用途 我八十五年去仿沙過 然後呢 八十八年呢 這個 前現場市長也去掛牌 掛的叫東沙三十一號 就是這個設定我們這個行政區 齊津區 其實他給我們高雄市的管轄 是已經達到三十七年了 那民國九十六年 我們的市長在四月二十四號九十六年 也 凱同的高高屏的縣市首長 也去做了東沙做了衛繞 其實那個時候八十五年我們去 也算是衛繞的一種 九十九年 內政部長江一望 宣布了東沙國家公園的管理站啟用 又設置了一個這個門牌 叫東沙五十二號 大概我們看到齁 這個這個過程裡面的作業裡面齁 我們都看見了 我們的首長 包括我們的這個歷任的總統 我們的陳水扁總統也去過 大概編定的門牌也編了五六個 那也都去遙軍 那海洋局呢 在那邊設了漁業的漁民的服務站 那今年的也編列預算 總預算呢 編了從民國八十九年到一百零五年 總共編了三百一十七萬六千元 在今年編多少 這十七年編了三百多萬 今年一百零五年編了五萬塊 所以我在想 不知道是不是我們的海洋局 要棄守這個這個美麗的東沙島 好 再接下來 不過萬塊要做什麼 你補 你是補做那個東沙那個指揮部而已 我就不知道要做什麼事情 所以要幫我們維護 維護那個漁民服務站的啦 然後海巡署呢 九十九年 這個有派駐這個駐守在這個人員呢 有這個兩百個人 附近沒有設在那邊 目前這個東沙島沒有居住的人民 但是有附近 所以他的任務呢 由住房改為管理 那我們看到的這個背景資料呢 這個 其實中國政府 一直在想 在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也曾經 曾經 曾經 由中油呢 跟 這個 跟這個 中國那一邊的 這個海洋石油總公司 我們的中油公司 跟中國大陸的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 在一九九六年 就有合作在那邊探勘計畫 這是國民黨執政時代所做的一個 一個政策 東沙島沒有主權爭議 只有兩岸管轄跟利益的分配 這是國民黨執政時的說法 但是我認為 今天既然東沙島 這麼美麗的地方 它是屬於我們高雄市的 又是我們兩位議員的轄區 其經區中心裡管轄的 我們認為 這個地方 是一個非常好 非常美的島 那麼我們認為 我們市政府 應該要 來處理這一塊 是不是 讓它做一個最有經濟價值的 一個島 那我在想說 市長之前也去過 我也去過 有立屆市長也去過 可是大家都是這樣 去那邊探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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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麼好的地方 我們為什麼 我們為什麼不要好好的來規劃 它又有機場 它又被定定為 中華民國第七大的海洋國家公園 可是不准人家去看 這不是很奇怪的事嗎 中華民國政府說 中華民國第七個海洋國家的公園 在東沙島 不好意思 你們不可以來看 這是在做什麼 我們都想不 所以我們也建議說 希望我們的大會之後呢 是不是市長 能夠率領市政府的相關團隊 官公局啦 民政局啦 好 還有幾個局勢 接下來我們就讓 檢議員來發揮一下 好 謝謝 我想 東沙島其實它是第一座的 台灣的國家級的海洋公園 那它目前是限制觀光 那其實我們在台灣裡面 其實我們也看了一些地方 其實 都有一些管制區 可是它有採取一定的方式 讓民眾去做登記 然後做一個管制觀光的作為 讓民眾可以去感受到 整個台灣土地的美 所以說針對台灣的第一座海洋 國家級的公園 那我跟李喬如議員主張 就是說是不是在我們大會結束之後 由市長跟議長我們來帶團 去那邊做一個觀光考察 那我們也主張 東沙島要開放觀光 然後初步來講的話 先從管制觀光開始 那我們是期待就是說 在齊津區中心裡 第1080 31號那邊 我們也有辦法去那邊 去了解那邊的狀況 因為我有聽過有趣的人 他們是說其實 從飛機上看到整個寶礁是很漂亮的 那不像澳洲的大寶礁那裡 那我覺得這個 有一個觀光價值的地方 那我會覺得 我們是不是可以來初步的來做一個 有限制的觀光 可以讓人去 可以讓人去 可以讓人去感受就是說 東沙巡島 正經是一個人海的民主 所以我也在這裡跟李喬如 作為建議 是不是說在我們大會之後 由市長跟議長 來帶團帶的相關單位 我們一起去那邊看 包括整個齊骨園選區的議員 我們一起來去關心 這樣的一個觀光資源的開發 是不是這個部分 我也做一個這個 補充一下 我們這個東沙島 它大概這個總面積 是353667.95公頃 就是等同3537平方公里的這個 總面積 那陸域的部分 佔了178.57公頃 修正剛剛我講的175 它海域喔 3535平方公里 這是有相當主要的 所以今天本市跟 檢疫院我們兩位 剛才在這裡建議 希望說市長可以率領 取副相關的團隊 跟我們七位 康議長我們 府會之間 我們就來去做一個 考察 深度考察 這樣的狀況 不知道市長 能不能接受 來市長請答覆 副市長要答覆嗎 好 請副市長回答 謝謝 謝謝理議員跟檢疫員 我想東沙的確是在民政系統上面 是屬於我們旗津區 那在區政的考察上面 當然是否尊重議會這邊的安排 我要說明的是說 站在縣市政府的角度 我們其實比較實際的 在過去這幾年 事實上是為漁民去做服務 那至於國家公園 我坦白講 國家公園的首要目的 還是在保護這個生態 其次是教育 在可能最後才是觀光 這是目前 我必須要講的實際的狀況 那我想 後續是不是這個東沙 能夠在兼顧這個整個生態保護的狀況之下 去做某種程度的限度的開發 我想我們會 不是觀光啦 說錯 這一個部分 我們會跟未來的這一個 內政部營建署去進行進一步的溝通 對 因為這一個部分 我想第一個 他的首要的目的 還是在生態保護 國家公園的目的是這樣 那第二個 未來我們可以跟這一個 內政部的營建署 就是國家公園的管理機關 主管機關 去做進一步的這一個討論 我想這一個部分 是有討論價值的 好 謝謝那個許副市長 那個檢議員你們有補充剛剛的 好 那也因為時間也很晚了 我想我們今天的總質詢就到這裡結束 也也希望最後的這個拜託 起床那個營養午餐 那個家菜日可以成功 多謝 謝謝 謝謝李喬如議員跟簡煥中議員的質詢 今天的議程到此結束 散會